音樂音樂 各位汽車世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Infinity Eason 相信今天大家對於18年4 Q50的一個上市活動都印象深刻 過去我們在Infinity Q50上其實它的轎跑風格就已經非常的一個強烈 那這一次在18年4的一個進化上 我們透過了一些更運動化的一個跑格 更運動化的一個內裝升級 讓整體18年4 Q50的一個跑車風格是變得更強 那升級的部分包含整個車頭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包含引擎蓋 兩側的前葉子板水箱護罩以及前保桿 其實都全部做了更換 讓整體的一個車頭的運動線條是變得更加的一個銳利 那車尾的一個部分呢 除了全新升級的異光式LED尾燈之外 我們也全車系標配了運動化的後倒流版 那值得一提的是特別在我們的頂級規格 Q50 S3.5 Blue Sport 它還是做這個雙色烤漆的一個設計 所以其實整體的運動化風格是變得更加強烈 那除了在外型上以外在內裝上我們也同步做的升級 包含跑車化的方向盤、跑車化的排檔桿之外 在細部的一些細節上 包含中控台的雙縫線設計 以及氣氛燈的等綴、點綴等等 這些都是18年式的Q50最大的進化特色之一 18年式的Q50我們總共分成三個規格 分別是最頂級的Q50S3.5 Blue Sport Hybrid 搭載了360匹的性能油電科技 建議售價是268萬 以及Q50 2.0T旗艦版199.9萬 最後是Q50 2.0T豪華版定價是168.8萬 我們會即將在今天的一個正式上市之後 在這個週末11月4號、5號 會在全盛的一個展示間做正式的一個上市 歡迎所有汽車世界的觀眾朋友 一奉利林展傑賞車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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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